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张德仁 耐性让人生可以弹出正确的调性 怎么说呢? 话说在文革时期 当时农村各地都成立了民兵的队伍 这些民兵们都很盼望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枪 于是这农村的村长就打报告给县委 不久县里头来了人向民兵们做报告 他说我是县长 大家一听他是县长 就热烈鼓掌地欢迎他 哪知这个人接下去说啊 我是县长派来的 大家想原来他不是县长 是县长派来的 那么也好 干脆听听他要说些什么 这个人接着说啊 关于枪的问题 县委决定每人发一支 哎呀 这民兵一听是每人发一支 于是就更加的热烈鼓掌 哪知他又接着冒了一句说 县委决定每人发一支 这是不可能的 哇 大家上当了 这时民兵们觉得有些气馁 就在这个时候 台上那个报告的人又说 两个人发一支吧 大家一听 也好啊 两个人发一支 于是就再度鼓掌 可是这一回又鼓得太早了 那为县长派来的人接着说 两个人发一支吧 这也是有困难的 当然 追责笑话 是在文革时代 一个很小的笑话 但也似乎点出了 我们现代人的毛病 好像只要抓到一句就下结论 不及其余 没有耐心去听第二句 也不去思考 因此 在今天的绝妙启示录里 的人要说 耐性 很重要 圣经真言十八章十三节也说 未曾听完 先回答的 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耐性 让人生可以弹出正确的调性 我亲爱的朋友 让你我一同来学习 在我们的性格里面 拥有耐性 这一项 我们下回见 我是 张德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